近日 某媒体爆料人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一则视频 并配文称 陈伟婷和张若南的现场竖带熊豹好天 两人拍摄时甜蜜的氛围引发网友的热议 陈伟婷身穿黑色夹克棉服 皮帅十足 而旁边的张若南穿淡蓝色牛仔外套 背着帆布包干净清新 两人站在一起时 陈伟婷比她足足高出一个头 可谓是最萌身高差 他们在休息期间就不停地聊天 在导演提醒开拍后 只见陈伟婷伸手在张若南面前 随即给张若南比个心 张若南看后笑了一下 开拍后只见张若南一个剑步冲到陈伟婷身上 陈伟婷也迅速接住她 下一秒便轻轻松松将张若南抱在怀里 张若南向树带熊似地抱紧她 走戏时 陈伟婷抱着张若南开心地转了几个圈 张若南则害羞埋在她肩上 两人互动的友爱氛围 仿佛粉红泡泡弥漫在现场的四周 网友们纷纷议论 并表示巨男美女很有CP感 并期待新剧早日播出 陈伟婷早年在香港出道 2014年她与杨幂等一种知名演员 一起出演古装偶像剧《古剑奇谈》 其中以大师兄一绝而被内地观众熟知 但是名气一直反响频频 直到民国悬疑剧《老旧门》的播出 凭借着张大佛爷而出圈 因为剧中帅气的形象 获得了一波颇高的关注 陈伟婷不仅在演戏上有成就 而且在健身方面也是颇有成绩 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健身照 从最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陈伟婷胸肌健所 手臂肌肉发达有力 身材保持出众 可见她在健身方面下不少功夫 她不仅在健身房搞锻炼 还会在闲暇时去滑雪 陈伟婷一身完整的滑雪装备 滑雪动作干净利落 很有经验的样子 除了搞运动 陈伟婷私下还会去艺术展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她站在画像面前摆着搞怪的动作 可爱的样子 惹得粉丝大呼超可爱 陈伟婷也是凭着自己的努力 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 而且与屏幕前帅气儒雅的形象不同的是 她私下是搞怪有幽默细胞的人 在娱乐圈有很好的人员 加上陈伟婷还是个喜欢健身极其自律的人 这一点更为她加分 期待她今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并祝她事业一路顺风 生活开心幸福 现在香港明星当中 已经很少像陈伟婷这么红的艺人了 而且还是两期艺人 能唱能跳又能演 不仅迷倒万千少女 还连带少女们的家长友人都会喜欢上 可以说老少皆宜 跟所有成功的人一样 她的风光和热度 也是用很多时间精力积累出来的 其中最痛的莫过于至今的不理解 落井下石来贬低你 那种不被母亲看好的 不被认可的坚持 就像掉入深渊的石头 毫无光泽 真的是很多人都能切身体会 所以颓废了很长时间 2003年年仅18岁的陈伟婷 以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歌唱大赛第一的成绩 顺利签约英皇 为了出道放弃了英国大学 所以被家人所嫌弃 哥哥说她不务正业 妈妈也不看好她走演艺道路 觉得她就是在浪费时间 赢得冠军后的陈伟婷 也确实如家人所料 接下来也并没有接到任何更好的工作 但好在人量 歌好英皇力捧 可还是没有换来她演艺事业的平顺 那时已经日趋成熟的香港娱乐圈 生存环境可以说是十分残酷 分分钟更新换代 新人出道后要不停的跑通告 混脸书 即使是歌手 也要靠主持和拍电影来增加人气 在多年的培训之后 终于在2006年 陈伟婷加入组合叫Sung Boys 在演艺之路上开始看到一点曙光 开始出唱片 偶尔当儿童台的主持人 也去参加内地综艺 其实那时的她也还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出道已经数年的她 还是在各大颁奖活动上面 继续获得的新人奖 对于她来说出道早并没有换来高人气的优势 还被媒体笑称万年新人亡 不过这个组合也不长久 在2008年的时候 陈伟婷开始单飞独立发展 并在这一年推出了首张传辑 偶尔也开始有电影的拍摄 这几年开始陈伟婷慢慢从歌唱视野 转向了不闻不火的拍片之路 最开始演戏的时候她见过很多导演 面了很多次事都以失败告终 而她的第一部片子《窃听风云》 饰演了调查科一个小警察 简单的卷报纸镜头就让她NG多次 差点让主角古天乐吃饭吃到兔 就这样慢慢的她在电影圈开始展露头角 先后接了很多配角的戏份 其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是那部《出轨的女人》 相信很多粉丝现在都还没有看过吧 尺度有点大 剧情过于撩人 以至观众认为她是本色出演 不过可以看出陈伟婷的演技 是真的提升了很多 她在剧中饰演双胞胎 哥哥是一名男季 一直以伺候富婆为生 每当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会找弟弟过来帮忙 她的过人之处 不只是伺候欲求不满的富婆 还服务于同性富豪 和同性演绎情欲戏 这种男女通杀还是相当豁出去了 陈伟婷在里面的戏份也是非常足 而弟弟和哥哥的性格截然不同 却也收获一枚富婆 当时预告片里就有大量激情戏 看得人面红耳赤的 可想在这戏里面 陈伟婷不仅牺牲大 演技还是非常优秀的 陈伟婷就这样 一直在这些配角中不断磨练 终于在2014年 凭借古剑奇谈火了 成为如今的当红辣子鸡 现如今陈伟婷已经34岁了 还是单身 没人想到在魏弘前 她和黄教主老婆杨颖 也是一对恋人 两人还一起闻过情侣纹身 听说这段恋情是在 阳影事业蒸蒸日上之后 开始出现隔阂 也在不久将来遇见了 现任老公王小明 媒体质问时候 两人也是失口否认是恋人 只是好朋友 只是侯门一入 深似海 从此消狼是路人 跟Angela Baby结束之后 开始遇见了阿萨蔡卓妍 2010年阿萨和陈伟婷宣布拍拖 不过这段临时拼凑的爱情 并没被人看好 因为当时的阿萨 已经是贵为天后 而陈伟婷还是一个 出出茅庐的茅小子 外界更以女尊男卑来形容他们 陈伟婷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 与蔡卓妍相恋了五年 直到陈伟婷凭借古剑奇谈 而人气大增 不过这并没有为他们的爱情 带来活力 2015年9月 陈伟婷发文声明 两人以和平分手 这段姐弟恋宣告结束 不过外界有人猜测 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是 蔡卓妍出演电影《除季》 让陈伟婷很失望 此事也就成为了 他们分手的导火线 不过作为看官同为艺人 应该切身体会彼此的职业 如果做不到 不如直接放弃权内人 相信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千百对情侣有千百种理由而分开 而那些大问题中不外乎生活中的小细节 或许想要一直长长久久 就是遇到那个三观一致的人猜行 相信现在大红大紫 能演能唱能跳的陈伟婷 不久将来又会引来人生的新伴侣 近日陈伟婷的豪宅照片在网上曝光 豪宅里的装修很简单 但是又很高级 客厅宽敞明亮 可以当跑道 客厅中间摆了一张巨型沙发 墙上还有超大的投影幕布 坐在沙发上看电影一定超级舒服 房子里漂亮的落地窗外面 是一个很空的场地 外面依山傍海绿树成荫超级漂亮 这样的大房子大概是每个人的 梦寐以求的吧 许多网友看完以后 纷纷表示太羡慕了 还有粉丝开玩笑称 陈伟婷能不能请我到你家坐一坐 据爆料 其实陈伟婷家里是非常富有的 陈伟婷的父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的哥哥则在船上做生意 并且还做得非常大 姐姐嫁给香港的一位富豪 然后自己创立了一个 自己的服装品牌 陈伟婷从小就是哥哥姐姐带大的 或许是从小受到环境的影响 陈伟婷自己也是个独立又能吃苦的人 而且家里这么有钱 也没有一点附加子弟的架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